海Park 日報 你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打假和講 各位猜猜韓國人來到哪裡 韓國人來到了杭州阿里巴巴的總部 因為我們台灣非常都寶慶 一直都說 哇 這個大陸的阿里巴巴好像怎麼樣 近期是不是被消失了 近期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可是各位 今天韓國人又來闢謠了一個假訊息 你看阿里巴巴還在 但是今天各位 我們不只這樣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去參觀阿里巴巴 要讓更多的台灣朋友知道 長期看那些綠媒的塗抹 告訴女士說 這個大陸的阿里巴巴好像很淒慘 因為我們看到非常多媒體都在行碩著 它被迫害之類等等 但是各位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待會就馬上去我們阿里巴巴的總部 來看看究竟是不是這麼慘絕人緩 Let's go 好 那韓國人現在要進入到 我們的阿里巴巴總部的裡面 好 各位一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個電視牆 上面有介紹阿里巴巴從創辦的 1999年管支付寶 因為支付寶也都是阿里巴巴旗下的 好 那這也是現在大陸用的最普遍 那韓國人今天就用個白紙的心態 來看看我們大陸現在非常強大的 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 進來它裡面就是有非常多 他們的周邊產品 就像剛剛天貓啊那一些 這裡就是這個辦公區 非常的可愛 好 那韓國人現在來到了這個阿里食堂 也就是我們阿里巴巴的員工們 都在這裡吃飯 然後一進來就看到有賣水果的 所以員工啊想要吃水果 這裡都是買得到的 這哈密瓜、甜瓜都有 現在因為已經過了吃飯的時間 所以大家都在熟 但是各位 我們就可以看到啊 這裡有非常多的這種餐廳 還有這種日式的甜點啊都有 等於在這個園區裡面啊 基本上就像是一個百貨的這種美食街一樣 這裡應該是自助餐喔 台灣很多公司啊 他們中午吃飯啊 除非是很大的公司 要不然一般都要去外面 或者是公司有跟哪些餐廳合作 阿里巴巴這個真的超級大 然後這裡韓國人看到一個很特別的 有一個星巴克服務的站 但是這是自助式的 好那韓國人現在來到他們這個 公司內部的中庭 作為阿里人啊 平常休息啊 或者是上班累啦 都可以來這走一走啊 天氣好的時候 這裡感覺非常的舒服 那這裡有很多小吃 可以讓大家來這購買 那這裡有這個鐵板魷魚 大家可以在這吃東西聊聊天 因為今天天氣非常好 這台就是他們園區的這個單車啊 那各位這就是阿里巴巴的共享單車 原則上在園區的員工啊 都是騎著這一台 哇真的好佩服喔 有一個企業可以搞到園區大道 就是騎腳踏車 真是厲害 我看到非常多員工都很年輕的 各位朋友 我大概估計 大概很多都比我小 我都二十來歲而已 台灣的年輕人真的 你看看人家競爭力 真的是超越自己想像的 然後他們這裡啊 就很多這種餐車啊 真的非常可愛 然後有賣很多的這個吃的 就像這個是河粉還有米粉 像剛剛韓國人去餐廳已經關了嘛 陸續都來收納 額外住宅的都可以來這買 哇而且還可以加料 然後各位誇張的來了 哇一個企業總部 後面竟然有一片 比台灣很多公園還大的湖啦 天啊 我看到超多人都在上面散步 可能沒有靈感的時候啊 走一圈啊 說不定就會有新的靈感 剛剛覺得好像總部沒有到特別大 可是各位 很大耶 然後你看 又有庭院 一個小公園 這是很多像台灣那種植物園啊 結果一家公司後面有植物園啊 然後這裡好像像是一個表演的中心啊 大家就可以在這散步啊 放鬆啊 然後這裡也有他們的一個生態池啊 我看到下面有很多 這個水的生態的一些植物 還有魚啊那些 哇各位 而且很大耶 還有一隻小鴨子 而且各位 現場基本上我的耳朵 就很像來到一個森林一樣 鳥與花香 還沒聽到青蛙呱呱呱 然後這前面這裡就是這個園區 太浮誇了 一家公司後面有個湖啊 好 那韓國人來到 非常期待一個地方 也就是啊 他們公司內啊 也有非常多 他們的這些文創商品 所以公司內部啊 他們已經是有一個完整的生態 基本上買這些禮品啊 很多可能他們員工啊 要送給親朋好友啊 有親朋好友之後 你在阿里巴巴上班 所以有時候送給家人 就可以在這裡買 各位 這個又是賣郵票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來到這裡都可以買 這種紀念品 龐州西湖實景紀念幣耶 好漂亮喔 我們這裡也都買得到耶 這裡就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在這裡做事啊 好 那現在韓國人來調查看看 這全球六十大企業的廁所有沒有門 然後韓國人剛剛一上來 就覺得怎麼這麼香 原來這裡也有一個咖啡廳 是真的是內部的喔 所以很多人可以來這裡喝咖啡 然後還可以喝喝茶 我還看到茶藝中心 可以讓大家放鬆休息 還有這個茶藝的 好特別喔 然後啊 剛剛阿里巴巴的人告訴我說 這裡有一個報告廳 叫我一定要來看一下 哇各位 超級大耶 是大概有三四百人座位的一個報告廳 所以他們都可以在這發表很多 他們公司內部的一些 不管新產品啊 或者新的方向都可以在這裡 然後各位幫大家解密一下 這裡周邊齁都是 就是這個阿里的員工們啊 住的一些套房 然後套房下面啊 這環境之好啊 很多小區基本的超市啊 那些但是各位這裡是有一個 大商場啊 家庭啊都可以在這生活 所以這裡的機能 真的是只能用個可怕 令人羨慕 很多這個台灣絕青覺得 大陸慘絕人寰 真的要來看看 太美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 無人酒店的大廳 然後這裡也有非常多 小朋友可以玩那種 互動式的VR的遊戲 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的全部功能啦 你可以點擊屏幕 或直接語音 來問我問題 例如你可以問我 你都會幹什麼 那廁所在哪裡 馬上帶你去廁所 請跟我來 可以對我說退出 或點過屏幕結束 好酷喔各位 那各位 這完全就不需要員工 再幫你帶過去了 他還會有這個 米宿的倒數耶 現在離廁所兩米 這裡就是廁所了 我回去了 他還會回去也好好笑喔 有門有門 還好還好 好那現在韓國人看到 這無人酒店還有這個 機器人幫你做這個冰淇淋啊 草莓果奶啊 哇 這叫什麼 鬥餓機器人飲品店 好那我們來點點 看一個小東西好了 好然後我們掃碼附上 驗一下機器人幫你做 草莓果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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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好那韓國人接下來 給大家看的這張表 也就是騰訊跟阿里巴巴的年薪 那其中我們看到阿里巴巴 他的年薪啊 尤其他的崗位啊 也分為十幾啊 所以大家會看到P5啊 P6 P7 P8 等級越高 那當然職位就越高 年薪就越高 那韓國人呢也有在網路上 看到一些資料是說啊 P7到P10 之後這些等級啊 都有股份的分成啊 所以啊如果好奇阿里巴巴的年薪 一定是多少的台灣朋友們啊 都可以參考這張表 來去看看啊 到底現在大陸的一流企業 大概給多少的年薪 那這裡就是韓國人剛剛講的 阿里巴巴非常多員工都住在這裡 非常多餐車 像今天天氣很好啊 大家坐在這下面 放鬆 真的滿喜歡這種工作環境 非常的舒服 哇 OK 這就是今天韓國人啊 來到啊這個杭州啊 阿里巴巴的總部啊 那他也是全球前五百大的企業啊 然後啊今天很開心 能看到這個內部啊 除了這公司雖然外表 我好像看起來不是特別大 但是一進去完全怎麼樣 完全被外觀騙了 還有一個湖 還有非常多的這個餐廳 那希望下次啊有機會 因為今天剛好韓國人來的時間 他們餐廳已經陸續都收了 希望下次有機會 中午的時間拍拍看這個 阿里巴巴的企業裡面的餐廳 那或許啊韓國人會去阿里巴巴 這個公司另外的據點 然後也看看啊 到底啊我們絕青們常講 這個阿里巴巴啊 可能在中國大陸被消失啊 有嗎各位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眼見為憑 那我們今天呢 又成功打了一次獎 好了如果喜歡今天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訂閱 幫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傻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拜拜